好的 稍等一下 大家好 我是Dan 然后我本身是一名量化交易员 然后呢 对DeFi的兴趣 其实在MakeDAO这个项目刚开始出现的时候 就对稳定币很感兴趣 当然更多的是 对它的这个机制和它的设计原理 因为我本身作为量化交易员 我认为当那个MakeDAO的时代的时候 它并没有太多的投资价值也好 投机价值也好 那么最近呢 这个DeFi的 这个DeFi Summer的火爆了 让我又重新关注到这个领域 所以说今天很高兴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Terra的呢 是相当于是这个稳定币的 最近的一个比较火的项目 它有一些很有趣的 这个新的创新和思想 我等会等我一下 这个 这个苹果电脑在威胁我 它让我 不操作就要重新启动 很吓人 等一等一等 这个要抱歉 可能要抱歉 Herry这里要剪掉了 我感觉这个新果要强强强强强强重新启动我的电脑 哦 那那我们要等一下还怎么样 我不用 我这他他刚刚说的那个59秒后就要重新启动 但是不管了 嗯 大概没关系没关系 我我们这种小小问题 OK 这个真的不怪我 我以为只有那个windows10才会有这么友好的用户体验 没想到这种事情居然发生在麦克用户身上了 啊没事 我们不用追求那么完美 嗯 好啊大概就是呃这样子一个情况啊 然后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今天想讲的一个 嗯 呃风格就是我希望能有多一点互动 因为呢Terra这个稳定币 他的关注的重点并不是在他的这个技术细节上 他是怎么实现的啊 他这个什么吞吐量 他的这个啊 他的这个什么tps这些其实暂时还不是最重要的 就是稳定稳定 因为大家一定关心就是说他的稳定是怎么实现的 以及他的稳定有多稳定 所以说我这个整个的呃演讲更多是注重于大线条的这个逻辑 那么呢呃也希望大家能跟我一起去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会有很多的一些互动 我觉得大家可以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直接这个在这个文字 在聊天室这边打 然后如果我看到的话呢如果是那个呃我能解答的话 我一般会很快的解答如果我如果如果没有理你的话呢 是估计我倒不上来 好那我们现在就先开始啊 我我们一开始的话呢 我是先想跟大家呃做呃一个思想实验 因为这个思想实验是非常重要的 他整个奠定了所有稳定币的设计的一个基础逻辑 我们把这个东西想清楚了以后后面很多事情就会比较清晰了 这个呃思想实验是大概是这样的 有两个村子 一个村子呢A村和B村 A村呢生产苹果 但是呢他只能吃梨生存 所以说他生产出来的苹果他一定要交换出去用来交换 B村也是一样的一定是对称的 那么呢在给给予这两个情况下 大家认为他们最后会以以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去交换梨和苹果 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反正我们刚开始起来先热热声 呃就是如果那个大家都知道互相双方的 看引擎人来讲应该是 还有其他还有其他人有想法吗 对我们最直观的假设就是他们一比一 可是有谁能给我个呃 不能很严谨的因果推断 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很粗糙的模型 比如说这个A村的投机分子啊 他们什么时候卖的啊 他们要多久要卖出去啊 然后以及大家是否可能会出现这种叫chicken game 就是叫做这个这个博弈论上的勇者游戏 是我宁愿饿死我也不卖啊 但有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呃 一个思路说论证 为什么一比一是极高可能出现的 简单啊 有这个这个简单呢 嗯其实我刚也那我现在在再来下一个 那我们现在就说 假设一个A村和B村 他每天现在B唯一的呃其他情况都一样 唯一的一个稍微的一个变化就是B村 他每天能生产200个铃 但是他会埋掉100个 那么他们会以什么样的比例去交换 啊 怎么大家好像似乎都不太愿意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呃没关系的呃这个一定是要这个好 我觉得如果大家作为一个会议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大家可以互动 是我们自家的互动的过程中其实才能帮我们梳理我们的思路 让我们思路更加清晰甚至更有好的呃的想法 如果大家就只被动的去接收信息的话 那其实那大家最后看录的视频就行了 没必要来参加这个会议对吧 所以大家畅所欲言 这其实大家今天花了这个时间来听实时的这个会议 就一定要招出这个机会 这其实是大家的特权 那比如说两个村子他们知道就是两个村子的产量是透明的吗 A村知道B村的产量和B村知道A村的产量吗 哎对好这就第一个问题了是的他们都是透明的 他们都可以看到对方的这个产量 都是透明的 那交换的本质其实刚开始不就是社会分工开始的吗 那这样的话比如说刚开始A村生产1000个 B村生产1000个互换就可以 但如果说B村会买掉这个时候他们也许会想着 比如说我B村跟你去换的时候 那我会不会想象有C村存在 他们也是需要这个离 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思路呢 对 这里可以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变化 因为其实刚刚上一个例子 就是在这个两个两个村生产都是1000个 到我们一个村生产2000个 然后最后到一个村生产2000个 但是会埋掉1000个 就这种变化的时候 他会在这个交换比例会有什么影响的 我最我其实想跟大家说的是 呃 因为前两个例子还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就是说 呃一个生产1000个一个生产2000个 大家觉得均衡的价格 呃大概就是1比1 如果如果有人 呃 不以这个比例去交换的时候 就会出现投机和套利的情况 那经济学他就会理解 因为如果当两个供给相关的时候 他们应当理论上是1比 但是比较好玩就是说 当B村每天生产2000克 他埋掉1000个 其实他是不是每天他会留1000个去交换 但好玩就是说他埋的这1000个 什么时候会进入交换呢 不知道 那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对 这个交 就对当天的交换比例会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呢 呃 这就是 会出现的一个问题 真是现实生活中 比如说我们的稳定币 我们先不要想 呃美元是一个呃 计价的货币 或者说 今天我们是谈到的TUSD 是计价的货币 我们就把 美元 稳定币 以太坊 比特币 都平 平等的看 就把他们想象为苹果 就会想象成一个个的物体 那所谓的价格 其实就是他们两两之间交换的比例 那么所谓的稳定币的价格稳定 其实就是在两种商品之间 他们能一个 能以一个比较稳定的价格 稳定的 比例去交换 但我们刚刚通过这个思想例子 就是说 这个稳定的比例 跟这个两个的供给 是非常有大的关系的 苹果可能会多 苹果有可能会少 里也可能会多 里也可能会少 这两个别同时都会出现变化 那么 一个稳定币的一个很好的思路就是说 如果我要发行一种 发行一种TUSD 我想锚定美金 那么我就是换而言之 我的目标就是希望 我的TUSD 能与美金长期的保持一比一的一个 兑换 对换 那么这个 USD 美金在市场上的供给 是会变换的 那这个变化的过程中 我其实也要同时控制好 我作为TUSD在市场上的供给 永远 跟 这市场上 美金的供给同步 这样子的话 理论上来讲 通过统计规律 很多随机行为 金融市场上的很多的这个套利 最后大概理论上来讲 就能比较稳定在一比一的 一比一的一个比例 所以说这个整个是 稳定币的这个设计的思想 包括其实美联储 它控制通货膨胀 其实也是用了这套思路 好了 所以其实那总结一下 刚刚的说法就是 我们想让发行一种稳定币 跟美金锚定的话 我们就是要控制好 我们这种币的的供给量 那好 关键就落在 我们怎么能控制币的供给量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币发行了很多 我也不可能说 今天我下个命令 就像这两个村子一样 说你们生产出来的 梨都不能交换 就买起来 我们不能强制的做到这个事情 我们怎么能能让很多货币 主动的退出供给呢 这其实就是 发债 用发债的方式 我们接下来 我们先往下走吧 这里是有一个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又很快的给大家 大家讲一下 其实大家来参加这个会议估计对DeFi也有一定的基础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视频中就是左边这蓝色的这部分 这个水就相当于这是他官方的一个视频 这个水就相当于大家对这个T的UST的一个需求 当这个需求 当这个需求 涨过超过一美金的时候呢 我们怎么去保持这个一比一的锚定呢 我们其实就是向市场投放USD 好现在大家看这个视频 我投放过去了以后 我投放增加USD的供给 由于供给的增加 他很快的他的需求就会在新的供给当中摊平又回到了一块钱 这就是一个大概的通过供给来控制他的锚定价格比率 好同样的当我这个如果这个我的这个价格上去了以后呢 就说当需求没那么旺盛的时候 相当于是我市场上有多余的UST 那我要回收的时候怎么回收呢 我其实就是关键就是我要设定一个机制 让持有UST的人主动愿意把它本可以在二级市场上交换流通的UST退出来 换成某种在当下不能进行交换的东西 其实就是拿你的UST去买一种债券 或者说相当于就像这样图片中的 就是他的这个Terra的体系的另外一个代表叫LUNA 有这个LUNA相当于就是你用UST买LUNA 相当于这部分的UST就退出了流通 你手里就持有很多像LUNA LUNA这个其实就相当于债券的意思 然后同时他就实现了这样子的一个平衡 这样的话就是既可以实现我可以增发UST 我也可以再有一种方法 通过用债券的方式把这个流通中的UST给他拿出来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他的一些细节 OK Terra这个项目它其实是有两个币 一个叫LUNA LUNA你大概可以理解为它是个 我怕说债券太快本来误导他们 其实就是一个它这个代币 这个代币它的官方网上说的是它的目的通过 锁定价值来保持整个生态的稳定 我们后面就讲到了 这个其实就跟债券的性质特别像 就是跟美元债一样 你拿你的美金去买美元债 好你手上是不是有了美元债 但是你的这个相当于是你的美金就被锁定了 锁定到了美元债里面 为什么呢 因为你你你只你要买苹果的话 你只能拿美金去买 你是不可能拿美元的债券去买的 如果哪天美元债能进行市场上商品之间的交流 那这个信用体系就混乱了 第二个代币是Terra Terra它的这个描述就是说 Terra它是希望它是 它其实它不是一个币 它是一个标准 它可以发Terra USD Terra CNY Terra EURO 它可以根据同样一套机制 去锚定不同国家的法币 那我知道 不知道讲到这里 大家这两个币的大概的功能 应该清楚吧 好 没有问题 我就继续往下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Terra USD 就是相当于是 假设我现在这个Terra项目方 我要发行这个Terra USD 我怎么保证保证 这个Terra USD 跟美金能1比1的稳定呢 那我们现在现在来走这两个 这个思维练习啊 假设那个TUSD TUSD就是Terra USD的那个 我把它写成TUSD 当TUSD在二级市场上和美金的比例 小于1的时候 注意我这里我们不要用价格的思维 因为我用价格的思维比较容易乱 我们就把它想像是 以物换物的物物交易的商品经济 当TUSD和USD的比例小于1的时候 那我这里想问一下 那实际上可以说 TUSD对美金是走强还是走弱 走强吗 走强 对其实就是这样子 好 相当于是我用很少的TUSD 我能换到更多的USD 对吧好 我们看了 那如果当这个比例小于1的时候 用户会怎么样呢 用户呢 会在USD 在交易所里面 买入ETUSD 然后呢到这个项目方中 用智能合约 把TSD换成等价 EUSD的LUNA 然后最后再把LUNA 在交易所里面卖掉 这里我们要说一下这个第二步 第二步它这个智能合约 这是它的一个特色 或者说这是它整个公链 一个很核心的设计 就是TUSD 在我的智能合约中 永远一单位的TUSD 永远能兑换出 等价EUSD的LUNA 大家可以看到 把这个LUNA中间这个地方 就想到是一个价值载体 它的目的换出来LUNA 因为LUNA换出来后 就可以卖掉 相当于说你一个单位的TUSD 可以在这个合约里面 立刻换成一单位的USD 那反方向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然后通过这种 其实其实是鼓励套利的方式 相当于我的智能合约 永远许诺 你的你一个单位的TUSD 我给我用LUNA支付给你 支付多少个LUNA呢 支付到这个LUNA的量 足够让你去或在市场上换一个USD 通过这种方式来保证用户的有套利的动机 然后同时始终保持这两个的锚定 这个是它的这个二级市场上的一个操作 好了 接下来其实我们刚刚就看到一个问题了 它其实因为这个本身 它不是美联储 它的TUSD 它只能用来换成这个LUNA 这个LUNA就回到一个问题 是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常去吃有LUNA 那就涉及到就是LUNA的一个很大的作用 就是矿工 它用质押这个LUNA来进行 挖矿的Terra是一个Pool of State的网络 它不需要像比特币那样算很多哈希算法 用那个工作量证明来进行挖矿 它是Pool of State 每个矿工持有等量的LUNA 然后他们这个等量的LUNA 就能在每次的交易中获得等比例的手续费 所以说这个我们就要接 这个是它的一个大前提 那我们其实可以这时候我们分析 在10颗T稳定 在任何单位时间内 所有在这个Terra攻略上进行转账 收的这个手续费 都会按照大家 它LUNA所参量的1比1去分配给所有人 所以说我们其实可以大概可以很容易计算出 质押一单位LUNA的收益 其实就等于当这个时间内全网产生的手续费 除上这个LUNA质押的总量减去这个单位挖放成本 因为是这个pool of stake 它基本上我们可以不用计算电费 但是这个单位挖放成本可能是一些运营成本 因为你可能是要加设计算机 还要有很好的网络研究 还有人工费用 但是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说它这个当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设计 就是要保证大家愿意长期持有LUNA 所以说当质押一单位的LUNA收益增加的时候 这个整个的合约有个很重要的反应 就是说它要减少交易手续费 并且增加LUNA的供给 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以看 大家可以先看这两段 大家先看这两段脑子里面过一下 看看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这两个核心的设计 首先这两个核心 当为什么质押一单位的LUNA收益会增加 大家觉得造成质押一单位的LUNA收益增加的原因是什么 有人能给出给个答案吗 需求增加 OK对 那更具体点的讲其实是因为LUNA的收益是什么 LUNA的收益其实是稳定币这个整条链上的这个稳定币转账的手续费 其实它的收益增加的时候其实就是整个链上的稳定币的转账的量 交易量增加了 所以相当于是交易量增加后大家付的手续费的总量也增加了 那相当于是每个在假设LUNA的供给不变的情况下 你的收益分到的钱是不是就变多了吗 那这时候呢它是要做一个复返回的机制 首先呢它是要减少收据减少交易手续费率 同时呢减少LUNA销毁其实就增加LUNA的供给 它以这种方式保证这个LUNA的收益是比较稳定的增长 我们后面可以讲为什么LUNA它是要保持这样子一个LUNA的这个质押LUNA的收到的交易手续费要有稳定的增长 这里是一个它的这个更多的公式可以写的一个更清楚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公式呢是它设计的一个数学公式 但其实这个公式的思想其实不难 就是那个RTRT是什么 RT就是一单位LUNA的这个质押一单位LUNA的收益 如果我在下一个时间段内的收益上升的话 这时候系统它的经济模型就开始起作用了 它希望减少这个 它希望减少这里单位LUNA的收益 所以它可以两种做法 一种就是调这个 这个交易手续费率和另外一个呢就是调它的这个供给 那么这一样子它这样做的一个最后的其实的做法也不需它我主我想跟他说这两个公式其实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线线的公式 它其实还可以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公式它只要实现就是每当我的这个手续费增加的时候我以相呃用增函数和减函数的方式调整这两个费率 那么接下来他就说了 他就是给大家这个呃 首先我来个我们来看第一第一幅图 第一幅图他用的这个呃 他他给出了一个假想的交易量的变化 这是第一幅图假想交易量变化 那根据这个交易量的话 我们可以其实很快的跟推出他的这个呃 呃根据他的这个计算的时间我们可以推算出他的呃每个时间点的交易手续费 并且能推出下一个时间点 利用那两个公式推出下一个时间点 他的交易手续费率和LUNA的这个供给会怎么变化啊 总之最后他一定最后经过一堆计算以后 他就能得到第三幅图 就是他这个大概意思是什么呢 你看他上面图上写的叫unit mining reward 意思就是你质押一单位的LUNA 你的随着时间 你的收到的这个稳定的这个呃 手续费的分道的比例是比较均匀的 是均匀的上升的 也就是说他在白皮书里面学到说 这是很重要一点 就是那告诉大家 我质押LUNA 我其实是可以是可以长期获得一个非常稳定的手续费收益的 这个讲到这里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者大家有没有发现他这个 他的这个呃 这个这个 这个protocol 他这个协议的一些漏洞或者 或者一些短板 我还真有一个 因为这个项目我之前有关注过 打个比方说我在质押那个LUNA的时候吗 他如果价格下跌会导致精算吗 可以听见我说话吗 没关系 如果没有 可以听到 有不清楚 有不清楚的地方 我可以重新讲一遍 因为这个地方确实有点不好 他好像听不到 对 是啊 他好像听不见我说话 是的 我给他发现信息 所以我就问题 那我在问题上 他为什么作者 他要设计一个这么负反馈的机制 假设我的这个挖矿的手续费 真的越来越多不好吗 就是非常高速的上升 那为什么他要需要他这个每单位 质押LUNA的这个挖矿的 这个收益要这么平滑的上升呢 我看到 我看到有人 有人打字了 是的 我目前听不到任何人说话 我不知道是不是严实的问题 你好像 不对哪出问题 我没有进 因为我当 我刚刚 我刚刚好像还是能听到有些人 打字的声音 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我可以听到你们两个说话 但你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但 我可以听到你说话 好 那你现在可以听见我说话吗 我好像又听不见 那个两个蛋你不用管 那个是我一个是电脑 一个是手机 那说话你能听见吗 他听不见没说我打字 那我怎么说还是继续 还是说我们要想办法解决这个技术问题 我听不到你们说话 这个比较尴尬 他怎么能听到提杨说话呀 不知道呀 这好奇怪 我看一下 是我是跟我设置有关系吗 我这没有任何的设置 我现在能听到你说话 能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 真奇怪 没事他可以看见我那个打字的吧 行那你打字吧 对 你们俩之间有一道 可以吗 我们还是继续还是怎样 那我们继续吧 OK 我是能一直 应该是Harry吧 我是一直能听到Harry说话 那可能是麻烦大家打字了 对对 反正听到你就打字吧 或者让不让 为什么我能听到Harry呢 其他任何人都听不到啊 对我只能听到你说话 其他人我好像都听不到 那这就奇怪了 这个有点奇怪啊 那你们退出一下要不然 听不到 我突然想到一个词 叫做多维空间 你们听得到我说话吗 可以 我能听到JJ 我能听到JJ 我退一下 之前我也关注这个项目挺久了 很久之前就有关注 但是比如说这个LUNA下跌的时候会导致怎么样 它会清算吗 因为你是要去质押那个LUNA的 因为目前最近因为他们出光疮出力好了 我知道 所以它的价格一直在涨 但是如果它的价格下跌会导致清算吗 那如果它清算的话 其实跟那个MakerDoll有点像呀 对吧 我回答你的问题 这个其实是整个它最大的问题 因为怎么说呢 如果下跌了以后它不会清算 因为它跟MakerDoll不一样 MakerDoll是over collateral 它是超额抵押来进行价值锚定 它这里面 它跟美元 其实它整个的 今天我们所有说的 我们所有所说的算法稳定地 都是在模仿美元处 它是指的信用 就是你对这个protocol的信用 当我既然提到这个问题呢 我可以比较快的一句代表 然后我们后面会回到了这个问题 慢慢的让把这个问题勾勒得更清楚 就是当你的下降的时候 你的整个的系统的bug就在这个地方 你整个系统的信用会急剧地往下落 最后导致的结果呢 就是汇率脱钩 但是我的了解好像是目前有20%的LUNA是用来铸币的 所以我就想比如说如果是20%的LUNA用来铸币的话 但如果比如说我们举个非常极端的例子 它就是暴跌80% 那肯定会有清算率在里面的 因为这个团队我发现他们做的所有项目都会有个清算率 而且你去质押一个币去产生另外一个币 肯定会有一个清算在里面 这也是我之前没有 就是我之前的话也是在看这个项目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当时也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后来也就是发现其他的他们团队做的其他的项目就会有这个问题 不过 我也不是很确定 它这个跟清算没有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LUNA是可以无限硬的 为什么我们像Compound或者像Makedown 比如说我们既然提到了 我们就去把Makedown的原理说一下 Makedown它的稳定是怎么实现的 它是要你抵押价值200美金的比特币 然后来换100美金的道 就是说相当于一个100美金的稳定币 但是你所抵押进去的这个稳定币 它会跌 它跌到要小于100美金的时候 Makedown系统为了维持整个市场 对Makedown 对Makedown 一颗Makedown值100美金的这个事实 的这个信心 它要维护这个信心 它必须这时候回收Makedown 也就是相当于是把你那个跌到快不止100美金的比特币 可以侵犯掉在市场上卖掉 就是大概是Makedown的原理 但它这个不存在抵押发行 我不知道 那如果LUNA是无限发行的 那也就是说UST本身也是无限发行的了 因为我就可以无限抵押 无限铸币 我交线了吗 我能听到 那我们先继续吧 现在这个听完 因为我对这个项目蛮感兴趣的 戴恩这边没有声音了 他是不是听不见 是把话筒给关掉了吗 现在能听到吗 可以听到了 嗯 好 那我继续 好的 我们现在就讲回到刚刚这个可能把我把这个地方讲得更清楚了 后大家就是听到他不是行算 他这个 这个 好吧我还是讲他这里是分validator和delegator 这个这个 这个validator就可以说是一种专门用来质押他的手上的这个LUNA的矿工吧 那么他就是你质押多少是等比例 去获得这个分得这个当前网络全网的交易手续费费的 那这个delegator呢其实就是普通的散户 普通的散户因为你不想直接 去架设一台 服务器去进行 然后接下来他这个整个staking和mining的这个过程其实刚刚之前也呃也讲了那唯一的呃一个地方就是说 大家可以看到第四条这是官方呃白皮书里面的一个说法 他说LUNA ownership is an investment in the long-term growth of 这个这句话是很值得玩味的我刚刚一直回到呃一直反复强调这一点 我们TUSD就是Terra和美金能进行能保持在1比1的这个兑换的时候 那理由是什么呢我们再来复习一遍是当呃美金的这个市场和美金的供给出现变化的时候 TUSD的供给也能及时的出现变化 那么TUSD在市场上流通能够及时出现的变化的基础是什么呢 是有相当一部分的Terra能自由的进入市场和离开市场 那控制这个进入市场和离开市场的机制 你是不可能就比如说我现在手上持有了Terra 你怎么可以让我说怎么吸引我把Terra去拿去锁仓呢 我就Terra我稳定币我拿在手里面我就要使用我就要去买 所以这就是LUNA它是个债券的意思 就说他当他通过某种激励之制让你把这个吸引你去把Terra 当比如说他收Terra的时候 他是他吸引你把Terra质押到他的这个合约里面 然后你就可以分的这个LUNA 这个LUNA呢是跟美金是不存在稳定关系的 但是呢他让你产生一个想想法 就是LUNA长期来讲他是受益的 也就是说这个市场上对这个Terra 状态里面就分出了两拨人 一种他是稳定币的使用者 一种呢是这个体系的债券也就是LUNA 他的投资者 那Terra的稳定币的使用者 他只在乎这个TUSD 这个Terra是否能跟USD保持同比的稳定 那么LUNA作为债券的投资者 他其实不在乎LUNA的短期波动 他更在乎他把自己的这个Terra 质押到里面去了以后他相当于是他牺牲了短期的流动性 相当于是他短期的退出了这个用Terra在市场上交易的机会 然后换得了这个LUNA 但这个前提愿意让他交换的前提是一定要让他相信Terra在长期 那个LUNA是长期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 我们继续把这些细节慢慢补充了 这个我们就不用再想 就是他其实就是整个网络这样进行Terra交易的时候 会要收到各种各样的手续费 然后他这里面有一些很细节的 会有两种类型的手续 一个Gas Fee 一个是Stable Fee 这个我们暂时不用讨论这种细节 Cinerage Reward是什么 我刚刚就提到了 我怎么让大家主动的把它手里本可以在二级市场上购买 以稳定汇率购买的各种商品的这个TUSD给回收的呢 他就提供一套Sinerage Reward 就是你把你的这个TUSD加到我这边 你可以收获到那LUNA 当他需要增大TUSD的供给的时候 他就跟大家说 你可以把你这个LUNA放到我回收LUNA这边 然后你又可以兑换出TUSD到市场上进行流通 然后他这个收TUSD和投放TUSD的这个算法 就是要根据这个 我们之前也讲了 他是根据一个利用大家有套利的需求来实现的 那这个这些是细节 我们就暂时不要太多关注 那我在另外一个方向看看能不能描述好这个体系 这个是比较盖观的 就是他稳定币他实现其实他是要同时实现屏幕上的这两个命题 他就是要把Token在我们的这个例子里面 就是TUSD跟USD的交换这个比例的波动性 转移到债券的波动 第二个呢 他要同时要还要实现 债券的短期波动 就是说持有这个债券短期的人的收益 在长期他能平滑回一个比较稳定的收益 这样的话 这个稳定币的系统就能赚起来 我这里可以讲到是一个什么叫做短期 可以拉到这个长期 我可以举个例子 比如大家看到这一副这个这个K线 大家是能猜到是什么东西的K线吧 来我们进猜环节 稳定币 稳定币 不是呀 稳定币都这样子了 大家注意看这是月 就月到这样的波动的话 这个其实 这个其实是伯克希尔 伯克希尔伯克希尔的股价 2018年到我到了2021年 其实我刚刚选了 选了他一个比较大的地方 就你在短期看你的伯克希尔波动是很大的 然后那我们把时间尺度拉长的话 这就是整个波克希尔从1980年到2000年 基本上是一个要看上去是比较相对于稳定的上升 当然这个右边你看他已经是叫千倍了翻了1000倍 那是因为他刚开始在1980年的时候 他刚上市的时候他的这个股价是比较低的 他就是说可以这个叫这种这波动静短 就是通过短期的 当你把这个你劝上去一个比较波动比较大的短期 当你把时间尺度拉长的时候 当你的投资尺度可以放到比较长的时候 这个短期的波动对你的影响 就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那好 刚刚就回到我们来一个问题了 什么时候这个系统会崩掉 这个是他的官方原话 他说 Fell if the total value across all lunar dips dips是什么意思 就是大跳水 他跌到什么程度 跌到不足以 不足以支撑 Terra的需求的时候 他这个就depack 他就他就拖他Terra 这所有的这个稳定币就跟法币进行脱钩了 所以说为了保持这个东西 他一定要 就是就是我说的这个第二句话 就是Terra的稳 Terra稳定币的稳定性 它是建立在 人们愿意持有Lunar 进行Proof State挖矿 这个愿意持有这个需求的稳定性上的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体系 其实他们就进行的是一种 比较好的设计上的交换 在短期比较短的时间内 这个Protocol通过控制 这个Terra在二级市场这么的量 但是他在控制这个量 通过Lunar的发行蒸发 来保证Terra的稳定 那么矿工呢 他遭受了 他因为 因为这个Protocol在控制这个 Terra的发行和蒸发的时候 他需要动用Lunar的这个增加和减少 所以说这个在稳定住了Terra的这个稳定币的稳定的时候 其实Lunar在Lunar的供给量就是不稳定了 大家想想看Lunar的供给量本身就不稳定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假设他的这个对Lunar的需求是稳定的 但是他供给不稳定 那本身Lunar的价格就是波动的 这个没问题吧 但我之前也说了 他为什么说那既然是Lunar这个波动 短期是有波动 为什么愿意有人持有Lunar呢 这是我刚刚说的 因为白皮说里面说的 你持有Lunar 你不要管你这个Lunar的这个价格短期的波动 他说你放长看 你放长看 你持有这个Lunar 你就把它压到了我们的这个Protocol里面 你成为一名矿工 你就天天收手续费就好了 他说你去看你收到的这个稳定币的手续费 然后我们给你一个模型 你看他是长期这个手机会积累上升的 但是还是刚刚回到的 刚刚有人提到这个问题非常好 你质押在合约里面的Lunar 这部分的市场价值 涨或者跌怎么办 这个是他的合约里面是没有说的 他只能说的说 当然这里面可以有个非常好的这个金融的上的这个论证 为什么Lunar质押在合约里面的Lunar的价格 长期来讲一定是稳定的呢 因为当我持有Lunar了以后 我就可以去质押 然后我质押了以后 我就能分到一个比较稳定的挖矿现金流 因为我收益到的这个现金流是稳定的 反推这个Lunar是不是相当于上股票一样 然后交易手续费就相当于持有这个股票的分红 那么如果我的现金流是稳定的话 那么我的股价是不是也应该稳定 也就是说我这个Lunar 它的价值去相对来讲 也应该是相对比较稳定 并且稳定增长 因为我的这个现金流是长期是稳定增长的 这就是他 这部分是他这个白笔书里面没有说 但是我是通过这个用股票估值的方式 去来推导这个事情 我们还是继续回到 所以说那我们现在要反过来推 他什么时候当 假设当Lunar的价格真的跌得非常厉害 因为我刚刚说了 我的理论是因为Lunar 持有Lunar质押可以稳定的产生一个增长的稳定手续费 这是一个理性的假设 是一个理性的估值模型 完全市场会因为各种冲击 短期上让Lunar的这个价格大跌 那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 那我们现在就一步步来 一步步来看这个过程 假设Lunar在二级市场USD的大跌 这个事情冲击到的第一个群体 首先是矿工 矿工虽然每天坐在家里 看着他挣的手续会分红 分了那一点点钱 但一看他质押在合约里面 这Lunar已经都快归零了 他的反应是什么 他肯定是反应是要寻求变现 什么这个反应变现 就相当于他会把自己的 他可能会退出挖矿 然后把这个Lunar抛掉 换成就是离场了 那第二个影响是 当你的Lunar在价格大跌的时候 相当于是对市场会对TUSD 实际信心 TUSD对USD会下跌 那么结合一二两点 产生最致命的就是第三点 当市场对TUSD失去信心的时候 TUSD对USD下跌 下跌的时候 这时候他的合约 他的算法 为了要保持这个稳定汇率 他会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这个智能合约 他会尝试回购TUSD 可是我们之前说了 你回购TUSD的方法是什么 你的回购TUSD的方法 是发行Lunar债券 相当于是告诉他 是要说 你把这个TUSD给我 我现在给你一个Lunar 这个Lunar很有前景 你拿着它呢 不但可以稳定的挣 挖矿手续费 将来Lunar还是可以大涨 但是这个说法 这个这套机制work的时候 只有当大家Lunar 对有信心的时候 相当于如果你在 在一个前提假设上Lunar 大量下跌的时候 你回购一个单位的TUSD 你想收TUSD 你是不是需要支出 更多的Lunar 是不是你要印更多的Lunar 那这导致什么呢 导致市场上Lunar的供给 是不是猛然增加 Lunar市场上Lunar的供给 猛然增加的又一个后果是 进一步导致Lunar下降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之前讲了很多 这个合约很多很精妙的世界里面 都成功的实现了一个 负反馈来实现稳定 但是就是在这一点上 它是一个正反馈 就是你的Lunar一旦开始跌 它的一系列反应会让Lunar 跌的更厉害 就是说说 这就是我们刚刚一直提到了 这个整个 我认为是整个核心 合约的一个bug吧 我讲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我有一个问题 请教一下 请讲 就你这里说 Lunar在跌的时候 市场为什么对TUSD 失去信息呢 就是TUSD与Lunar什么关系 这怎么导致 对 你这问题非常好 为什么会对TUSD持续信息 因为我刚刚讲了 TUSD的稳定 建立的基础是什么 建立的基础是 这个智能合约 因为当要他当要他把TUSD收回来的时候 他印出来的Lunar有人要 他才能把TUSD收回来 对不对 如果大家假设我们这个市场非常不理性 认为Lunar你已经是废纸了 就不会有人再把TUSD存到这个智能合约 把Lunar换出来 我这么解 我记得开始你说是说 这个TUSD它有一个保证这个合约 就是我一个TUSD 我可以换回通过合约 可以兑换出 就是EUSD的Lunar 就是我不管Lunar跌到多少 我的一TUSD我都能兑换出EUSD的Lunar 对吧 就是我不管Lunar跌到多少 因为使用TUSD的人和所有Lunar人是两拨人 我不管Lunar跌到多少 我的一TUSD永远就是EUSD 因为我可以 就跟你刚才就是刚才说的是 你这一TUSD呢 我可以完全兑换出这个EUSD的Lunar 所以为什么Lunar会拥想到这个 TUSD这边的信息呢 我这个我还是不太明白 这位朋友想的非常细 没错 但是我刚刚说了 这是它不光是一步 你理论上来讲 合约会永远保证 以当前市场价给你兑出 等价于EUSD的Lunar 对吧 但是你看第三 我回购一单位的TUSD 是不是需要更多的Lunar 那如果这个合约一直进去的时候 相当于是我后面回收的 后面越往后回收的 每一单位的TUSD 我那应的Lunar是不更多 我们假设一个比较极端情况下 当Lunar开始往零 那个地方跌的时候 一美金除以零 是不是趋向于是 会趋向于去一个无尽 那么这时候这Lunar 你越到后面 当Lunar越跌的时候 它兑换出来的这个 一个EUSD 兑换出来Lunar是海量的 这个海量直接到 二级市场上流通的上升 又会把这个Lunar的价格 又砸得更低 也就是说你的Lunar 已经是往一个朝零方向的 好了 那这里面可以涉及到一个 这里面就要讲它 从数学上来讲 是可以能扯成 但是别忘了我们在链上 链上还有它交易有延时 包括交易所 它也有延时 如果你是一个理性的投资人 你现在有一个TUSD 你是迅速的 还在这个市场有的时候 把它换成USD 离开呢 还是说去 换成一美金的Lunar 你换了你美好 假设你能成功在那一时刻 换到等量一美金的Lunar 等你把这个B提出来 你到交二级交易所里面看 你会发现Lunar又跌了 这个时候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换完这一美金的时候 下一个人 他继续换这一美金 这时候它又会进一步 促进Lunar的下跌 那这里就问一下 其实刚开始就有问题 没有问 就是它ETUSD对Lunar 可以对多少Lunar这个价格 是通过预言机取的 对预言机 预言机的话 那是它是用Tlink这种预言机吗 还是怎么取的 我觉得它自己是自己AMM的一个什么TWAP 一个价格 我这里没讲 我这里没讲 因为就是Validator 其实Validator Validator除了 Validator有两个功能 一个它的质押 它的Lunar进行打包交易 以外 它还有个责任 就是做预言机 它这预言机的做法很好玩的 就是它大概是 好像是没几分钟的话 你的这个 你作为Validator 你要进行报价 你要报一个 你认为是市场的供允的价格 然后这个合约会 把所有的这个Validator的 这个报的这个价格 收集起来 然后取它们的中位 数 然后中位 然后再以这个中位数的 比如说可能是 左一个标准差 右一个标准差 反正落在这个地方 里面的报价 非常接近中位数的 Validator 我给你一个奖励 如果呢 有人报价 飞出了以三个标准差以外的 那就会slash 这个合约就认为 你这个报价 是有不轨的企图的 我就要没收你 质押的Lunar 或者说给你惩罚 没收掉一部分 这是它的 它这个预言机 是直接是整合在这个弓链里面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就关于这个 当Lunar 急速下跌的时候 导致 这个锚定汇率崩盘 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再确认一下 就是这个TUSD 它是怎么印出来的 它是通过质押Lunar 印出来的还是 TUSD的话 它的初始发行 我还真不太确定 它初始发行 但是在假设 增发的话 我是可以回答 回答给你的 增发的时候是在这儿 其实就是把Lunar存到 把Lunar存到这个合约里面 然后换成一个TUSD出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不相当于还是有个质押 那就有保持防卫 那个质押率的问题了 就是因为你如果是质押的话 比如说我 我打个比方 我假设我质押了4个Lunar 我去住到了这个ETUSD 对吧 那这个如果 如果它是质押的话 那肯定会有个质押率的问题 它会就有个清算问题 如果不是 如果没有清算问题的话 那我 那它去回收这个ETUSD 它通过什么回收机制呢 它又 你刚才说 它用ETUSD 又还是ETUSD的Lunar 那和刚才质押的Lunar 这个各种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我刚刚说了 它不存在清算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你质押在 你质押给它的Lunar 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义的 因为合约 它是你想印多少印多少 不是吧 不是啊 你刚才说是质押多少Lunar 然后才送上ETUSD 就是说我要 我要住到ETUSD的话 我要质押 冬量价值的 或者是超卷价值的 或者是什么杠杠杠杠的一个Lunar 才能制压出来 对 那如果是这样存在的话 那肯定是有个比例关系的 假设没有 Combineau 那我输回的时候 但是把我当时质押的那个多少个数LUNA给输回呢 还是还是根据1USD的LUNA的个数输回呢 这是这是永远是按照市场价格 价值1USD的LUNA的量给你 那那我举个例子啊 假设1USD是10米斤的时候 我我质押了1个LUNA 制造出10个USD是吧 那当这个LUNA价格跌到1美金的时候 也就是说他到时候只会还我1个LUNA 不好意思 您再把刚刚的例子再重复一下 就是按照你逻辑来说的话 假设现在LUNA等于10美金 那我1个LUNA就可以 可以制造出10TUSD的这个钱来对不对 这个有问题吗 这个这条路上 这个没问题 那那那我那那假设 我现在我我不想用这个TUSD了 那我这个10TUSD 但是但是因为LUNA价格跌了 假设啊 假设LUNA价格跌到1美金了 那我当时呢 10个USD就可以反向注回来10个LUNA 对啊 没错呀 这不可能的 肯定会被心算掉了 目前是这样子的 有20%的LUNA是用来注币的 注币完了之后就是完全抵押了 你就拿那个百分之 就是拿那个剩下的LUNA去抵押 但是比如说我们需要考虑的一种情况 就是比如说刚刚 波赛说的从10美金跌到1美金 那就是跌了90%了对吧 这种一定会被清算掉 因为只要是只要抵押就一定会有清算率 我可以跟他说 其实他这里面没有抵押的概念 他这个概念 他其实是美元和美元债的概念 他其实是他的目的 他这么说吧 我们这么想 其实所谓的汇率是不存在的 他只存在我们每个人的想象之中 他是一种信念 我们之所以会维持这样的信念 一比一的交换的信念 因为我是相信他未来 一定会还能维持以一比一的比例去交换 也就是说我整个所有东西 其实我是要维持一个信念 对于像Compound Make a Dove这种合约 他维持这个 让大家放心 维持大家信念这个方式 是告诉他 你抵押出来的这一个贷 背后还值价值 假如下来卖出去的话 值两美金呢 所以说你就放心大胆的 把它当一美金使 这个是抵押的想法 那对于Terra 这个他的信心是来自于哪呢 他的信心是要大家相信 我刚刚说了 相信合约能够通过发行Luna 回收Luna或者蒸发Luna 反过来就是回收TUSD 蒸发TUSD 他要相信合约有这个能力 来控制二级市场上流通的TUSD 有效地控制这个二级市场的TUSD 于是大家的信念就存在了 那么我再举个例子 可能会更好理解 为什么大家相信美金是保值的 因为大家相信 我不相信美金是保值的 不好意思 我给你举个例子 它不可能是保值的 USD这样增大 我们都知道美元在放水 所以说市场不可能由共识达成 相对于美金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打断了 美元它 我们觉得它有保值是因为它有国家背书 但不是它本身 它本身钱这个东西本身是不能吃不能喝的 它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有它背后是有它的国家来给它背书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它现在的美元它是它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首先不觉得它是保值的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打断了 你继续 我们不要把它太真挚 为什么要举美元和美联储 大家信 怎么相信美国不关系 信还不信 我只是告诉大家 大家相信美元能比较稳定的能兑换石油 兑换黄金 兑换粮食 因为大家相信 美联储通过发行美元债的quantitative easy量化宽松这个手段能有效控制美元的流通量 如果美元储它发不了美债了 那它就失去了控制美元流通量的方法 那这时候美国再强大我们再喜欢好莱坞大片 石油再这个以美元计价也没有用 因为最核心核心的是大家相信 美国政府它有意愿维持这个美元价格稳定 而且它维持这个价格稳定的手段 是通过蒸发美元债或者回供美元债 或者用专业的说法 就是美联储的这个缩表和扩表 这个是算法稳定币的一个设计思想 它的稳定币 我或者我这么在想 我们想 如果外星人来到地球 给所有地球人都植入了一个想法 ETUSD 永远等于EUSD 那么它不用任何的算法去设置去操控 人们只要这个信念一直维持 这个信念就会驱使人们一直用1比1的方式进行交换 当然我们会有变化 那大家是说 那我最后我要相信这个1比1这个交换能维持 你必须给我个理由 对于Terra这种算法稳定币 Basis也好 美元也好 它们都是一个很核心 就是Sinerage通过发行债务把市场上对TUSD的需求的波动转移到债的波动上面 然后把时间拉长 这个债有价值的原因 比如说在美国这个例子 因为觉得美国特别强大 我持有美元债 我再怎么不会亏 因为美元 美国是不会对它的债务违约了 我今天持的这个美元债 我可以收到利息 然后将来美国更加牛逼了 我这个美元债还能升值 大概是这个逻辑 在最后我比较很负责的这个回答到大家 大家可以看Terra的官网 包括Terra的这个白皮书 它从头到尾 它是没有出现过一次liquidation这个词的 它是不存在这个清算这个说法 那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 看能不能把这个问题解释的更清楚 我们之所以对于像MakerDAO 或者Compound有这种liquidation的 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它是因为它要把抵押物拿去卖 去卖的这个目的是为了回收它的贷 它其实也是一种通过卖抵押物的方式 来控制它的稳定币的供给 那对于Terra这个项目 它不是通过你卖你的抵押物 它是通过增发或者减少这个债券 来控制在二级市场上流通的数量 来保持价格稳定 就好像我刚刚说的那个苹果和梨的例子一样 至于你是通过这个卖债券 卖抵押物也好 还是发债 美联储缩表也好 我最后只要达到我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所以核心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跟大家做那两个思想实验 就是要对于我们的梨和苹果 到底以什么样的一个比例去交换 你到底是喜欢吃苹果呢 还是喜欢这个这些东西太多因素了 最后可能只有一个因素 就是在市场上流通的苹果和梨的数量 这是一个比较粗浅的解释 当然这里面肯定是有很多 这个可以值得探讨的东西 比如说这里面经济学里面讲 他们还有animal spirit 还有这个货币中心 这个领域利率和实际利率 是否适时调整 这个就是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了 我希望这个能给大家 能解答大家的问题 好这就是回到刚刚说的 这个在大跌的时候 就会出现我们刚刚的一个情况 我们还是回到三人图 就是矿工他可能挣了手续费 但他没了个本金 这种情况就很像你买了美元债 好你很开心的拿了十年 你在十年前你非常相信美元 你非常相信你把本壳 去买房子买石油买粮食的美金 交回给了美联储 换得了一堆 不能吃也什么跟他干不了 美元债 当然可以交易 结果呢 这个十年后 这个美元债归零了 一分不值 就是你是挣了利息 没了本金 这就是我认为他的一个风险 好这里我们可以延伸的探讨 会给大家聊 然后发现这个稳定币的悖论就出现了 就是他其实需要 对于Terra这种所说的 我应该来讲 我这里要修饰一下 我这里说的稳定币是算法稳定币的悖论 不是抵押 那个不是超额抵押型稳定币 超额抵押型稳定币 是不是这样子的 算法稳定币的悖论 他要同时维持两种信任 第一种是持币者 需要相信 有足够多的持贷者 会长期持有这个债券 就相信是我用这个稳定币的过程中 我要一定要相信 会有很多人去抵押Luna 第二个相信是持贷者 他需要相信 有足够多的持币者 拿稳定币交易来产生手续费 让他的债 能持续不断的收到这个利息 那什么时候会变成一个庞氏骗局呢 就是当这个政府 不是政府 美联储通过硬薪债还老债的时候 这时候信心可能就会破灭 而这两个 这两个信任是需要同时存在 两者彼此相信 这个稳定币才能建立起一个信任 大家才能树立起一个信念 这个信念就是说 TUSD永远都可以 和美金1比1的比例交换 那我们再回答来说 那你就说 你都说了是悖论了 不可能成立了 那人家还做这么多工作呢 那这个其实 不能说百分之百是悖论 它是有可能解决的 这什么意思呢 是市场上存在不同类型的人 因此交易能够发生 首先每个人的净值是不同的 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有钱人和没钱人 风险偏好不同 投资时间尺度是不同 那么市场上有不同人的交易 不同时的人的时候 为什么他这个风险的交易是可以发生呢 比如说矿工 我们可不可以理解 就相当于矿工是买美元债那种人 矿工他有很多 他比如说他有很多USD 他的USD想增值 那他觉得假如他上海论了这个项目 他就会把他 因为他比如说他有几千万 他每天吃饭 也就可能叫外卖 也就花个几百块钱 所以几千万对他来讲 他只有投资价值 他没有消费价值 那么对他 对他投资价值的话 我就把这个几千万买成Luner 质押在那个地方 然后我就稳定的产生这个收益 然后我平常这个波动 这个波动个百分之十 一千万百分之十 不就一百万吗 每天波动个百分之十 我也不care 什么一百万 多一百万 反正不影响我吃饭 所以说这一千万 对我来讲 我就只 我把它拉长了以后 我只看他能不能像伯克希尔那样子 翻个一千倍 那这种人他可能他就会成为矿工 那对于普通老百姓 像你我这样 我们就是这个 这个每天生活在 以十为单位的 十元 十元计价的单位世界里面 我们可能就 我们用 我们就去用稳定币就好了 我要 我要这个拿我的所有身家 去压在Luner 我可能这个波动一下 我就没饭吃了 这个是叫做 净值的不同 二的偏好 偏好不同 有些人他是觉得 他就需要用稳定币 有些人他就说 我对我的 我一天少掉10% 我不care 多10%我也不care 我最关心的就是 我 我两三年后 我的资产能不能翻倍 或者翻个十倍 第三个就是说 我说的投资时间尺度不同 那用 用稳定币的 他可能 他可能就是赶紧要把这个稳定币 去投一个什么新项目 可能就两三天就出来了 对于有些 他的投资时间尺度可以特别长 但是三四年的话 他就有可能会成为矿工 也就是说 一个好的算法稳定币项目 他其实 他的创造了什么价值呢 他其实创造了一个交易波动性的市场 他能让短期的人和长期的人进行波动性的交易 他同时呢 也可以 把币的波动性和债的波动性进行交易 稳定币系统的源头 就在于 首先 这个币足够稳定 前提足够稳定 好 当这个币足够稳定的时候 就会产生很多人愿意用它 很多人愿意用它 就会带来一个很大的交易量 带来很大的交易量的时候 就会出现很大的手续费 出现很大的手续费的时候呢 就会有很多人愿意持有这个债券 这就是稳定 源源不断的持有这个债 这个原因 就好像其实我们中美贸易 我们中国出口了这么多商品 最后我们是不是挣了很多美元 但是你看中国的政府它是怎么做呢 中国会把这个美元 又送回给了美国 换一堆美元债 来获得 换取一个比较长期的收益 这就是 所以说 总观整个稳定币的这个 价值就在于 它的价值 它的源头 它能创造 能不能创造价值 是能创造价值 就是只要它能维持一个 真的是一比一稳定的 这个交易汇率 并且能维持 那么它所有整个的事情 所有东西就是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就我刚刚说的 但是呢 同样也是方向相反 当它维持不了稳定的时候 后果也是非常灾难 具有灾难性 这个我们 有一些可以有一些延伸的讨论 那其实我今天讲的内容 差不多就到这里 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 我问一个问题 它这个Luda 生存的稳定币 和其他的那些算法稳定币 最大区别 你认为的是什么 比如说 Frax Basis ESD 还有 还有其他的 其他的能算法稳定币 嗯 说不同点的 我还是说说相同点 其实我刚刚也说了 其实就是 首先把这个稳定币的波动性 转移到一个债券的持有人的波动性上 然后在债券持有人的波动性上 为了让债券持有人承受这种波动性 一方面给他一些利息作为好处 第二部分把这时间尺度拉长 让他们觉得他持的这个债是真值的 这是他们所有的这个共同点 那对于Basis的 我们就以Basis为例子的吧 Basis它有都是一些技术上的细节 比如说Basis它也是通过 发债或者说回购债务 来进行控制这个Basis稳定币的供给量 但它里面涉及到 比如说它的这个债务的买卖是要排队的 这里就会出现一个bug 就是当你这个债务牌的队伍太长了以后 就没人愿意来去这个把这个债给你回购了 因为它的牌都太后面了 它这个债务的购买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了 这就是一些很多细节上的 那我觉得这个它跟Basis相比的一个比较 比较有趣的地方 就是首先它自己集成了一个Oracle 它的Oracle是延伸集成在它的 它的合约里面的 第二个就是它跟Basis一个 我觉得比Basis一个很大的改进的地方 就是说它非常强调 让质押Luna获得的这个交易收益 是稳定增长的 它有意的设置了这一套机制 设置了这套机制的一个好处 假如大家认这个礼的话 就会出现了股票估值 当你的Luna质押在这个地方 能带来稳定的现金流的时候 某种意义上来讲 你的Luna其实就是一只非常稳定的股票 它的价值也应该是稳定且缓慢增长 我觉得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不同点 它就是强调了矿工手续 staking分手续费的这个长期稳定增长 因为你也那你应该知道就是其他的上下稳定币 现在基本上都是属于下 但是这个Luna这个这个T系列的稳定币 现在还一直一直还维持在算是比较稳定 就是是因为你刚才说的这个原因吗 就是说他给这个Luna这个代币价值 就长期的一个价值是因为这个原因 肯定不是的 说白了 首先你持之小 持续稳定并不难 你想看我这个项目方 我要是从VC那里人容过几个亿 然后我的稳定币总共就两千万流通量 我自己的钱都能把它稳下来 当然这个有点这个比较腹黑 这个阴谋论怎么就就不坦素 这是第一它的这个体量比较小 会出现这个 第二的话 一个很重要的是季节性的 大家如果对这个DeFi了解的时候 MakerDOT其实有几次是崩掉的了 什么时候 就是当币价 当然其实这里举MakerDOT不太合适 因为MakerDOT是抵押经文 那MakerDOT崩的那几次 大家可以回去查 就是它的抵押频快速下降的时候 它整个系统就乱掉了 那这个放到这边也是情况 也是一样 它为什么还没乱掉 那本质是不是大家处于一个牛市 我们刚刚说了什么时候不稳定呢 什么时候不稳定 就是LUNA在二级市场上大跌的时候 它的债券价格大跌的时候 它的债券 增发债券回收债券 这个工具就没有效果 当这个工具没有效果的时候 它就没法进行稳定了 但是如果LUNA一直涨 相当于说 它的这个债券 想卖 卖出去 是很容易的 那这个时候 它控制这个稳定币的手段 就比较强有力 并且且容易控制 简单来讲 它现在人稳 就是我们现在处于一个 那个牛市 牛市的话 就大家挖矿的 就是一旦是牛市的话 交易量就起来了 USD交易量 你可以看这几个这个正反馈 牛市的时候 TUSD交易量起来了 大家可能拿这个TUSD去各种投机 那交易量起来了 然后交易手续费是不是起来了 交易手续费起来了以后 是不是这个质押挖矿的 质押LUNA挖矿的收益 是不是增加了 质押挖矿的这个LUNA 这个手续费这个增加了 是不是更多人去买这个LUNA 质押起来 那市场上的LUNA供给是不是少了 它市场上LUNA的供给少了以后 LUNA价格是不是又要涨了 那这个一看 就是说它一看正循环 它就所有东西都是真的 它还是一样 就是拿它 它一旦跌的话 它一样就一样是反过来的 就是我的 那就是根据你 你的这个推导 就是假设熊市来了 那LUNA这个稳定币的 也会脱钩 这是必然的 是这个意思 我其实 因为我 我差太多争论 其实我认为算法稳定币 是不可能实现的 它是做不大的 因为其实 算法稳定币 你会发现 我刚刚讲了半天 其实它在模仿美联储 它都是通过发行 一种不能用于 直接交易商品的债 而且这个债是要有 可能是有各种债 可能会有锁 时间期间 它通过发行债 它其实是通过发行一种 对持债人未来的许诺 让持债人 把它本可以在市场上流通的 东西给它抽出来 给锁起来 它其实在模仿美联储 但是全世界大家都知道 只有一个美联储 那今天其实很多算法稳定币 它各种 当然肯定 它们之间可以有不一样 它们的算法 可以有各种改进 比如它的复反馈函数 它不是一个线型的 它可能是一个什么指数的 或者这个square 是二次方 多项式什么的 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它用跟美联储 用的是同一套工具 它其实是套在美元上面 做了一个这样的手法 但是就是回到来说的 大家用稳定币 本质上要求 我拿这个东西 对美元稳定的本质需求 是我要拿这个东西 对它的购买力稳定 为什么他们做 你看我举个例子吧 比较急 为什么做稳定币 大家都做美元呢 没有做金包不违币的呢 因为觉得 它其实觉得 大家是相信美元 还是一个非常好的 财富计价工具 那某种意义上来讲 你在干跟美联储 一样的事情 其实你就是 美联储的扩张扩张而已 你唯一通过算法 稳定币能实现的 做法就是 它不像那个USDC这样 可能是中间有个 实名制的什么一个 说法 但你通过这种一种算法 去锚定美元 你的前提假设是 你的债 要跟美元债一样 有吸引力 你要想达到 跟美联储这样子的 一个威力 的前提是 你的protocol 要跟美联储一样 被大家信任 我认为我认为这个是通过算法 是不能实现的 算法能够实现的 是什么呢 是假设大家对你的债 未来的预计 是相信的 他觉得你发的这个LUNA 是有前景的 在这个信念的基础下 你所有的算法各种弄 没问题 可以实现稳定 但是对你的发行这个债务 这个事情本身 对你将来发行的债务 你有能力 还得起 这个事情 是不是不能通过算法来实现的 如果大家想 如果是通过算法 就能实现稳定的话 那很多 很多追求这个 这个汇率稳定的国家 这个 这个从这国际经济学上 有个不可能三角 打破了 这是个市场行为 市场行为 所有的变量都是外申的 他没法通用算法解决 好 谢谢敏敏敏 问你的观点 那大家欢迎大家讨论 那那我还有个疑问 就是你既然认为这个算法 运动EB不会 就是他不可能成功 就是你 那你研究这个项目的初衷 是什么呢 首先我觉得 当然 嗯 其实人类人类啊 就说大一点 人类一直在寻找能够 降低交易成 我们说大一点吧 就是我们找稳定币啊 货币需要稳定啊 其实我们想要的什么 我们想要是一种 能稳定进行 以比例进行交换的东西 那这个本身 这是不光是 这个 不光是这个数字货币的一个很大的项目 其实对整个经济学 它从经济学上这个问题是很有趣的 第二个呢 我可能还要修正一下 我们对成功的定义 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 从我看来 Terra已经很成功了 你看他各种这个指数 他可能 他肯定是 在某段时间 他一定服务到了某个体量的人群 但如果你的成功 是说你实现了 在某个领域里面 美元做不到的东西 那我认为这种成功是不可能的 你说因为某些场景 使用者不希望被追踪 不希望使命制 或者就是我们说白的灰色市场 你想实现这个市场 可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是我的这个 为什么会研究这个东西的处理 我觉得还是很有趣的 而且我认为 某种意义上来讲 它也一定上是成功了 因为它毕竟 它只要满足了一部分市场的需求 我相信因为 一个很简单的辩论就是 我们已经有USDT了 对吧 我们也有 也有USDC了 我们还有PEX 这些都是信用非常好的稳定币 但为什么还会存在像 像Terra 像Make a DAO 或者像Basis 这种算法稳定币呢 我想一定是 他们满足了某种 这种 法币抵押型 稳定币满足不了的需求 但我的还是那个观点是 它这个需求是非常小 比较微妙 这就是 有没有回来到你 谢谢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 我看之前说 就是Luna的质押的 价值是 收益的话一直在增加 这个是有前提的 是吗 就是这个前提是交易量 一直在增加 他的论证 我换到这图片里面 他的论证倒不说 一直在增加 比如我可以给你举个好玩 他这里面用的这个 他他用这个曲线 其实好像是就是比特币的曲线 就是那个那个小尖尖 应该是2017年的那个顶 两万块钱的顶 他用 第一张 第一张是他这个交易量 他用他这个交易量 他用他用 他用比特币的价格 作为他的交易量 他是什么意思呢 是因为比特币的这个价格 才从2017年到朱底 他可能跌了80% 他想想告诉大家说 我交易量 这么上去 这么下来 再这么上去 我这么大一个波动 我的我的 我的这个 矿工交易手续费 我是能这样平滑的 的收益 那他是否有假设 他的交易量要一直上升 那其实是不重要的 他的交易量 假设能一直维持在某个稳定的水平 他的矿工质押的均衡 一定会均衡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叫 有缘之水 他不是无缘之水 就是他只要维持的一个 长期保持 维持一个稳定的交易量 就能保证 全网产生一个稳定的交易手续费 然后他会分给这些人 他唯一的不同呢 就是他这个矿工质押的人 会达到个均衡 来分这笔手续费 他最后的均衡 就是矿工可能是某个固定的数字 然后这个很一切都是很稳定 每个blog他分他的手续费也很稳定 有人愿意做矿工 有人愿意去做交易手续费 他也不要求一定是要长期上涨 但回到来 如果从长期看来讲 他的交易量是下跌的 会怎么样呢 我已经说了 这个就不 这个就玩不转了 放到这边 因为我的矿工 我今天会去质押 我今天会听你的这个 protocol的货币政策 去把我的可以有流通性的币 去质押成这个债的前提 是相信未来有足够多的人 会越有 未来有越来越多的人 比较乐观点的话 会支付这个稳定币 才使得我今天拿在手里 这个没有流通性的债 至少会分值 如果你的交易 从长期来看 你的交易量是下降的话 那么矿工是不会 去持有你这个Blog 那个Luna的 那说到这的话 就是 就是 就用户如果持有零债券的话 他什么时候可以换成 换回那个稳定币 随时吗 随时 但是他的这个机器 其实是通过套利来实现 就是你什么时候换 就是当对你有利的时候会换 会换 对 就通过机制来实现 通过通过套利的通过套利来实现 明白 那他怎么去调的 他最他是首先 他他他他能调的是什么 他这个永远是 一TUSD 最等价一USD的Luna的量 这些他是不会调的 他其实 他能调的 其实就是这两个参数 他通过这个Burn Burn rate Burn rate其实是 他通过调这个Luna的这个燃烧的量 来控制Luna的供给量 和这个手续费率 来控制这个手续费的 手续费率的量 他调的是这两个参数 就通过这两个参数 影响这个Luna的供给 对 他就像好像你刚刚刚刚说的 什么时候我要把B换债 什么时候债换B 这个东西其实是Portacle 他决定的 他肯定是首先看这个价格 如果偏离了1比1的比例的时候 他就通过调这个两个参数 使得让你觉得把B换债特别有利 你就很自然的 是个自然的市场自发 大家就纷纷的把B换债了 他如果换的债太多 持载人太多了 市场上这个B的供给量少的时候 他又重新调这两个参数 让大家觉得反向操作更有利 大家就纷纷的就像 就反向的去操作了 但是你是自由的 其实你是被这个Portacle 你是因为你是一个自私贪婪的人 所以说你被Portacle利用 那还是自由的 我一个小问题 就是我刚才看了一下 它那个白费书 它是注币费是 0.1%到1% 那我有个问题 谁会花1%去注这个B呢 但是它目的是什么 有什么动机 他去他就这样做 而不是直接从市场去 去用EUSD去买这个GUSD 而是通过这个Lunan去注到出来的 我自己这里忘记看它这个白皮书了 你已经说了这个地方 我现在咋了 稍等一下我再找一下 您说的是在哪里 因为我不太记得它有这个注币这个说法 因为我我我刚才看了一个一篇 媒呢 他说他这个Lunan的这个收有三种来源吧 一种是这个转账的手续费 这种是注币的手续费 那注币的手续费呢 就是有0.1%到1% 转账也有一个手续费 所以所以我不太理解 为什么有人愿意去花手 又去铸造出这个TUSD 而不是去直接去买 是这样子的 它为什么会出现注币 它那个注币的时候 它其实是烧掉了一部分 估计这个我具体细节不太清楚了 它为什么会呢 就是它这个行为 肯定是在另外一头出现了套利 肯定是这样子的 就是它算了下来 即便我我这个 它可能比如说 TUSD跟USD的比例 偏差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们仗一算 我即便牺牲掉这个比的注币 所以我这两边算一圈 我的套利还是能套出正的 那我就去干这个事情 明白了 不好意思 刚刚说那个套利我没有听懂 套利是这样子 我们就这个还是回到这个 我们就看第一个例子了 就当TUSD跟USD的它这个比例 小于一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呢 用户他就会买入 在市场上买入一个TUSD 注意 他买入因为他的TUSD和USD的价格小于一的 他买入一个TUSD 他花的钱是不是 比如说肯定是大概0.9个美金吧 可以吧 记住他买这一个TUSD 他花了0.9美金 然后接下来第二步 他把TUSD换成等价EUSD的LUNA 然后这时候他拿到这个等价为 这时间非常短 不存在我们刚刚说的扣勾的情况 等价EUSD的LUNA 他立刻就把这个LUNA 在这个交易所里面卖掉 得到EUSD对不对 那你看他这个这整个一路跑下来 这个开始的时候他花掉了 是不是花掉了0.9个USD 哦 等了 但是他最后他卖掉 他得了EUSD 对他就是整个合约 就通过这种方式 来让人们去按照他想象的方式 去买TUSD或者卖TUSD 嗯 是的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这边没有了 我看一下 哦 我再补充一个点吧 刚刚呃 有 有人问到他这个买卖 这个买债啊 换币啊 是不是随悉的 其实他讲到技术细节上 他其实还是有时间上限制的 就大概好像有 有个21天的这个解锁期 就比如说你把币换成LUNA 你把Terra换成LUNA 然后LUNA再换成Terra的时候 你可能要等个21天 而这有一些细节上 他这个我们后续可以呃 可以更多 他里面很多 还是有很多 值得探讨的地方了 因为我这里面有个细节没有讲到 你持有LUNA 并不代表你就会有收益 我刚刚说的LUNA是在 但是你当你持有LUNA 你并不是 你只有持有LUNA 并且把它质押到合约里面的时候 你才能获得收益 也就是说 他的LUNA 有一部分是在外面流通 并且是没有去参与挖矿的 当然他后面 这是当前的规则 他后面会不会改 我不知道 比如像 像Compound Compound的话 你持有Ctoken 你不需要去 只要你只要拿着Ctoken 你的利息就 那个 就自动就 就会滚到 分到你头上 这个就是又会有一些新奇的 衍生的一些讲法 就比如说 当LUNA这个币价波动特别大 大家觉得他的投机价值 特别高的时候 大家就会选择持有LUNA去投机 而不是拿LUNA去挖矿 这个时候对他的经济学 又会有一种新的影响 但今天的时间不够了 我就不探讨这个东西了 然后第二个其实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议题就是 要链上定价 或者交易所定价 今天我们所有的定价 都是交易所里面定价 因为交易所的交易量很大 你在链上的一个不同的 跟交易所不同的价格 因为你的量很小 你很快就会被套利 套利只有跟上交易所的价格 那我们其实可以畅想 将来像LUNA或者说像Terra 当链上的交易量足够大的时候 当这个定价的地方 已经从中心化交易所 转移到区块链上的时候 又会有一个非常奇妙的经济学体系 注意到我刚刚举这个例子 我这个套利的中间过程 是用了交易所套利的 到时候 当发生这种情况下 套利的开始点 可能就是从 链上的事 好了 我觉得今天我就讲这些差不多了 好感谢 那大家没有 还有别的问题吗 要没有的话 我们就今天就到这了 我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打扰一下 就刚才你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你刚才说是 假设投机行为 这个比较活跃的时候 然后这个就发生一个变化 能不能简单说一下 我是觉得我脑力不太够用了 我大概可以先说头几步吧 至于后几步的演绎 可能我现在可能已经脑子有点乱讲 不太清楚了 但一个前提假设是 你的LUNA是要质押才有的 分得挖矿的 对吧 那这时候如果大家投机性很高的时候 大家就不会去管他去质押了 大家就会全部 这时候质押在这个 首先是矿工的收益会相对来讲比较高 这是第一个肯定的 对吧 因为只有一小部分质押了 第二个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就是 Terra这个protocol这个合约 想通过买债或者卖债来回收Terra这个手段 就没那么有效了 我们可以想象个事实上80%的人 他啥都不知道 他就知道LUNA 一个交易所LUNA代号 然后涨了十倍 大家瘋狂的所有人都把这个 这个在不管以什么方式买了LUNA 全部存到这个中心化交易所里面等着交易 那是不是相当于LUNA跟Terra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因为我的货币政策 我说啊 我现在让我现在 你现在把你的这个LUNA卖给我吧 我作为一个那个合约 我是合约假如我是合约 我说啊你把你的合约卖给我吧 现在这个利率特别优惠卖给我吧 没人理他 因为所有人为什么所有人都要持着LUNA 去准备去投机交易去 我看你这个货币政策就失效了 就是没有人愿意燃烧这个LUNA 去做到TUSD 是吧 因为大家觉得LUNA会长 是这个意思吧 对 那这时候就是TUSD那段可能供供量就不够是吧 就没法控制TUSD的量供给量了 而且我认为这种情况是高概率出发生的 高概率发生的 就是在这个LUNA价格涨的时候 大家都不愿意燃烧 因为LUNA既然涨的话 它就是一个优质的币 那相当于TUSD那边是一个劣币 对吧 就没人愿意 TUSD也不是越劣币 TSD它就是个稳定币 然后你把这个 对 相对LUNA它就从了一个劣币 因为它价格稳定 相对LUNA就带贬值 所以没人愿意拿一个松子的东西 去做到一个贬值的东西 然后你去套 当你金融市场上的理论 假设是因为这个套利机会非常可观 会有非常专业的套利者 直接把这个价格打下来 但是对于数字 但是对于数字货币市场很大的问题 是当这个盘子太小的时候 我举个非常极端的 市场上市场上只有一枚TUSD 然后呢 其他全都是LUNA 大家就炒LUNA 你的手里的货都不够 那这时候会发生什么 就这时候就是说 这个美宁币没有使用长久了 就通缩了 然后大家都在炒 这会影响产品的使用 你想想看 就是说当大家都愿意持有LUNA的时候 就没人愿意燃烧LUNA 换TUSD的时候 相当于说 它就失去了增发 因为它那个债务 它没法回收了吧 它就相当于失去了 增发TUSD的情况 那有可能TUSD就又变成了个投机品 就是TUSD对美元 它就可以开始拖了一了 它就不断涨 涨成三美元 四美元 五美元一个 大家就很开心 这边LUNA也涨 那边TUSD也涨 大家就很开心 就我们就是炒这两个币吧 因为你已经没法 那个增加TUSD的供给了 就这边LUNA不愿意回收 那边TUSD那个需求 又在不停地往上冒 你的供给又没跟上 就会出现两边投资证